在淡水区渔人码头情人桥旁边 有一座淡水渔会所势力的渔藏文化馆 现在淡水渔会与在地的文创业者九侃二八 淡水色共享空间合作将这里活化 特别邀请在地知名的涂鸦艺术家DDT 举办各展以全以黑白调为主 展出涂鸦作画的个性特质 为在淡水区渔人码头情人桥旁边 有一座淡水渔会所设立的渔藏文化馆 最初是要展示渔会相关产品 但却闲置了一段时间 而现在淡水渔会与在地的文创业者九侃二八 淡水色共享空间合作 要将这里活化特别邀请在地知名涂鸦艺术家DDT 举办各展 这边他们现在渔会的人还不错 就是他们把这个空间释放出来 就是给年轻的艺术家有一个地方发挥自己的 就是才能这样创作 让这边也是注入一股不一样的感觉 然后我这次展览的主题是叫黑灶 黑色的噪音 对 所以我这次的作品 主要想要带给大家感觉 就是一种比较不是那么纯粹的感觉 我是希望就是让他作品里面是有一种杂质存在 他不是很干净很利落的那种艺术品 艺术家表示这一次所展出的主题为黑灶希望给大家纯粹以外的感觉 而将以涂鸦的方式带入许多生活中的杂质进到作品当中 而这一次展览有19件的涂鸦画作以及3到4件的立体作品 全以黑白色调为主展出涂鸦作画的个性特质 就是平常我们在外面其实要进画廊 也是要跨过一层心理的门槛 像这边的话就是开放给大家 就是自由参观 其实我是觉得还不错 就是如果能把这些东西推广到 大家都觉得还不错 如果家里有一些这样的作品 或是我在哪里可以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作品的话 可能心情也会还蛮愉悦的这样 对对因为涂鸦其实就是比较平民的通俗 艺术家DDT长期为淡水铜建阶梯绘制壁画 近期也接连为中山市场中正市场进行招牌视觉设计 而这一次展览是他个人第一次在淡水举办各展 也希望能够用艺术为渔人码头带来不同的风貌 更希望透过这么好的场所 让更多人看到涂鸦其实与一般人想象中不一样的地方 记者 许多英天 学生们吧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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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